根据新闻报导 台湾每天都有儿童被虐待或被性侵的事件 2019年通报量将近4万件 性侵通报1502件 被主要照顾着虐死23人 而这都只是台面上的数字 研究指出儿童被性侵的黑数 恐怕是通报案量的10倍以上 快点喝啦 等一下客户约4点 好啦快喝完了等我一下 你就不要这样一直一直喝你看 到越来越胖肚子越来越大怎么交女朋友 你讲说剩两口不要浪费美 你不要最后就跟那个清洁工一样 花钱取越南新鸟入职了 谁要花钱娶老婆啊 我收入不错有车有房 怎么样娶个台湾人啊 最后还要花钱娶老婆也太丢脸了吧 拜托 你好 老师谢谢你啊辛苦了 不會 那妳久等了 爸爸工作也辛苦了 我們走吧 今天在學校學了什麼 那功課多不多 怎麼都是汗臭味 喂 待會兒回家趕緊洗澡吧 趁媽媽回來趕緊去洗澡 走啊 進去 快點 好吃啊 還好嗎 怎麼突然吐 那個肉好難吃 你不是最愛吃乳肉 怎麼了 你最近月經有沒有來 沒有 到底什麼事 不可以騙媽媽喔 可是說了你會被趕回去 不會的 媽媽會一直陪在你身邊的 真的嗎 嗯 爸 不要 妳想要幹什麼 不要幹什麼 不要讓我壓面 妳要什麼抵抖啊 妳想要跟她生啊 不要 連妳也看不起我 妳怎麼知道 這輩子不是把妳買回來 妳去想幹什麼 妳這輩子 不要拜 不要 不要 不要煮聲 不要吃飯 不要吃飯 好 不要 妳的男人回去 我們回去吃飯 好 不好意思 救命 這是發生在台灣每個角落的故事 當妳看到這部影片的同時 就可能有人正在遭受性別暴力的對待 尤其現在的小孩 普遍性遭受 更多看不出來的案例 讓人防不勝防 喂 113嗎 只要我們多關懷周遭的人 發現暴力事件 立刻通報社會處 我們就有辦法幫助他們走出苦難之中 我們就有更多看法 今天就知道 我們請你做了個例子 在這一次 要做什麼 請你做個例子 我請你做個例子 做個例子